POKEMOX 現在又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 我覺得剛剛想到的 這個鄭X豪鄭先生 他寄了一封信給我們 來看看他送什麼東西給寶可夢 他跟大使的外帶杯 我會在我接下來的證書活動裡面 全部送出去 他好像少了20張給我 其實也謝謝我們幼幻班的粉絲朋友 因為像去年年初的時候 有很多我們幼幻班的成員 都捐了一兩千塊或者是888元給我 我記得那時候真的很感動 因為其實說真的 做部落客你真的能夠賺大錢嗎? 其實很難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一點點消耗的錢 所以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 這個支持跟鼓勵你知道 因為這真的是賺錢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人家對我好 我就是會有權擁抱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真的就是 非常的謝謝大家 所以我們就是繼續往下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 很謝謝鄭先生 也謝謝這些幼幻朋友 就是不離不棄的 不離不棄的在支持我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走到這個 這個地步 那我也希望將來就是 可以為這個社群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一直邀請大家來買書支持 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 我覺得大家都不是 是很有錢的人 但是呢 我們又是需要大家支持 然後來展現就是 影響力 所以這對我來說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三個開滿幫的KOL 我們都要求 大家要一次還買十本書 但是其實 是還蠻困難的 因為 因為我們自己要買書 其實也都沒有辦法同時買那麼多 但是事實上我先講 我自己也買了一百本書 我買一百本要幹嘛? 我就要送銀行的啊 因為我希望 能夠讓銀行看到我們這團的影響力 所以 在你們都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支持我的情況之下 我自己就先花錢 我先買一百本 好 那這一百本的話 就是我要拿來做公款 我要來送銀行 所以 要和廠商曾經跟我合作過 他們 知道我們 真誠的性格 願意 就是 為他們著想 也為粉絲著想的人 其實這些廠商 其實我真的很願意就是送他們一本書 所以我也覺得說 呃 這個社群 你不能夠只有我一個人 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支持 所以也才一直Push大家買書 好 買書對我們來說 其實 說真的 不是很困難 但也不是很簡單一件事情 因為 兩三百塊錢 大家也可以吃一頓飯 所以 這部分的話 我真的是 不知道要講什麼 但是其實 在這段實際面 其實我覺得 有些銀行對我們還是很好的 因為 比如說 我跟各家銀行在談說 我要把書給他們的時候 像有一些銀行 他是講說 寶大這麼支持我們 我們 不跟你拿書 我們直接買了 我們甚至在我們這個銀行的同一個樓層裡面 我們來辦抽獎活動 讓我們自己內部的同仁來 踴躍參加活動 然後 中獎的人就可以把寶大的書拿走 然後這是有銀行的高層買單 好 所以我覺得 像有一些銀行他們能夠做到這樣 我就真的非常感動 那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在討論這件銀行 對啊 所以你就 你就知道說 其實 你這麼認真 你這麼認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 一樣是會看到的 他們還是有去知道說 我們很認真的在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就是 如果說 那就算了 就是反正底部就是沒有第二本的地方 就是這個樣子 啊 像是說要告一理查 對 是一張講說 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真的很佩服 好 成績如果寶大加油 然後 設定合理的 呃 告一火純的天花板 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對 好 就是 好 像是說寶大我 欸 我說寶大加油 對 好 莉莉說 呃 我的認真你都看到了 謝謝 謝謝大家 這樣子 欸姐不要套到告白 對 其實 真的 我覺得做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 就是你包括還有一些人 可能就是 嘖 還很不喜歡我 然後就是 唉我也不知道講什麼 對啊 唉